有观众会觉得这两年好像这舞打片都不是那么过瘾 关键都是一些什么模特啊 这个小鲜肉啊去演这舞打片 遇到真功夫的时候都找替身来演 觉得这都已经没有什么可看头了 但是最近呢有一部刚开拍的电影 据说从演员到导演呢都是浑身的真功夫 请看报道 3月5号电影天下敌标局在贵州举行开机性能发布会 武术冠军出身的导演陶蒙喜表示 天下敌标局是一部纯正的功夫片 参演的都是有真材实料的演员而不是所谓的明星 有松山少林寺敌传32代弟子世言能 功夫王子史洪波 全国武士冠军张宝文 个个身怀绝技 其中饰演标局大标头的樊少皇也是一身功夫 而且他从小便立志成为动作演员 这可以说是进水流台吧 就是因为我父亲也是邵氏的一个武打演员 他都是拍武打戏嘛 拿着刀啊剑啊再来打来打去的 所以小时候也很皮 就是也喜欢玩 那就觉得就特别喜欢 所以慢慢长大之后自己也觉得要立志 我要当一个动作演员 樊少皇自两岁开始便随少世武打演员的父亲 樊梅生接触电影圈 我爸爸把我抱起来 然后我都说我要吃雪糕 对 然后就说叔叔我要吃雪糕 但是我每次都说爸爸 每次都说爸爸 那我都 他说你要说叔叔 我都觉得好奇怪 你明明是我爸 我为什么要我叫你叫叔叔 立志要成为武打演员 樊少皇十三岁正式拜师学武 虽然吃尽了苦头 但也逐渐迎来了视野的高峰 立王 上个 上个 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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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 樊少皇凭借出演电影《立王》中的男主角贺立王一夜爆红 小吴相公 小吴相公 我原来李师叔将小吴相公 他就给我了 1995年《天龙八部》中 他塑造的虚竹一角应得观众认可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刚好在那个年纪 当时的那种阅历 然后演那个角色 刚刚好 我现在在重看的时候 我都会会心的微笑 看到自己演的时候 真的好傻 一个萌萌的一个角色 成功塑造了虚竹之后 樊少皇在叶问中扮演的金山爪 让人眼前一亮 并凭借该角色入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配角 在三十多年的动作戏生涯中 反着黄多次受伤 有一次拍戏 还曾被当时还是演员的陶蒙锡打伤 我在前面在跑 后面他们追着 拿棍子要打我 那其实都已经全部打 有电好了 只是打在我的那个背后面 就是他 一棍打到我的头上 当时又很疼 但是还是赶着拍戏 就这样戳了几下 没事没事继续拍吧 樊少皇一新拍戏忽略了头上的伤 没想到这次受伤给他带来了足足五年的痛苦 没想到就过了五年之后 有一部戏就要我剃头的 然后剃了头之后呢 当时那个化妆师就跟我说 少皇 你的头后面怎么会有一个肿瘤 就好像干了很大的一个肿瘤的东西 要不要去看看 我说是吗 真的吗 所以我就想了 那么多年来就是睡眠不足啊 就是很多情况下会一边头会头疼 后来医生呢 就让我要把他做手术 把他给切除出来 三十多年来 樊少皇为拍动作戏 付出了很多又得太多的艰辛 然而他依旧热动拍摄 不敢出去 在我还能打的情况下 就还能有 还能动还能打 我不会去放弃 确实当演员不容易 当这个武打演员更不容易